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在Costco的食品回购清单 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有一阵子也会发现 我最经常买东西就两个地方 一个Costco,一个Amazon 所以不管是好物分享还是采雷吐槽 都非常的集中,就这两个地方 我在Costco一般买菜,买日用品都很多 家里有三个孩子,有猫有狗 很多吃的食品都是来自Costco 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在Costco买什么吃的 看看我们吃的有什么不同 看视频的同时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打开订阅键右边的小铃铛 在第一时间收看我的新视频 首先说肉类,没有烤鸡 我不在Costco买烤鸡 大家都说Costco的烤鸡很好吃很划算 这个烤鸡它闻着是挺香的 但是鸡这个东西 健康来讲最好是吃放养的有机的 那我们家日常饮食里面跟鸡有关的 也就是鸡蛋跟鸡翅 都是买有机放养的 也不需要买这么大一整只鸡 所以我不在Costco买烤鸡 尽管它很便宜 吃的东西呢 我的理念是要吃的好吃的少 不贪便宜 接下来我一直买的肉类羊腿羊排 无限回购 Costco的羊腿羊排都来自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羊大部分都是吃草放养的 品质很不错 我是西北人吃牛羊肉长大的 在国内吃羊肉都是内蒙的 宁夏的多少都有羊山味 但是Costco这个澳大利亚的羊排和羊腿 相比之下算是没有羊山味 是羊肉的香味 很香也很嫩 很好做 我一般是做家常泡馍 大火生姜花椒清炖 油泼辣子一勺进去 一把葱花香菜 冬天吃特别暖和 我没时间自己做馍 泡的馍我是买了 Kirkland Signature Artisan Rose代替 切开烤了切小块 泡馍很好吃 第二个我经常买的肉类是排骨 我们家烧排骨比较多 我买Costco大包装的 Swift Premium Pork Line Back Ribs Costco Swift这个牌子的排骨有两种 一个是Back Ribs 另外一个是St. Louis 我更喜欢这个Back Ribs 它比较嫩 这个排骨上面的膜已经被去掉了 它很好入味 我们家一般是红烧炖 酸菜豆皮炖排骨非常好吃 这个排骨上面的肉很厚 我一般会剔下了一些切片炒了吃 或者是用food processor把它打成肉末 炒豆腐韭菜拌面吃 或者是包饺子排骨肉包饺子 肥瘦适中特别好吃 第三个三文鱼 我一般有party会买这个大包装的三文鱼 也就是9块9毛9一磅的 Farm Raised挪威来的这个三文鱼 那Costco还有另外一种 7块9毛9养殖的三文鱼 是智利来的 我不推荐7块9毛9智利这个 因为智利的养殖也远不如挪威 北欧的养殖环境好 技术成熟 水产类比较少放抗生素 海鲜类污染也比较小 另外呢 我很少在Costco买虾 因为Costco的虾 大部分来自东南亚 越南或者是泰国 东南亚的水产污染很严重 吃海鲜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环境污染 所以要看产地 产地非常重要 接下来冷冻冷藏的肉类 我经常买Kirkland Signature 100% Grass-fed Beef Patties 美国长大的孩子都喜欢吃Burger Costco的Patties选择非常的多 牛肉呢 最好是吃草的肉比较香 这个100%grass-fed的Beef Patties呢 我们家七岁的弟弟和九岁的姐姐 每次都能吃完 因为它好吃啊 其他的这个Patties 这个肉饼啊 有的时候能吃完 有的时候吃不完 那就说明这个是最好吃的 还有就是购买的时候 一定需要100%grass-fed 不然牛拉出去吃几根草 回来呢 大部分又都是吃转基因的饲料 也算是grass-fed的 所以一定要100% 100%grass-fed Burger的面包 我会在后面的面食点心里一起说 Burno Beef 意大利牛肉5.5磅装 这个牛肉很好吃 我一般是煮面 最后加一筷子这个牛肉 在汤面里 这个牛肉大家应该吃过类似的 在subway的三明治里面 但是呢 这个更加的好吃 胡椒的味道重一些 不是所有人都吃的习惯 但是如果你喜欢吃麻的辣的 也煮方便面 那吃这个牛肉你会很喜欢 Costco这个包装呢 比较大 我一般是买回来之后 先分装几个饭盒里 冻起来 要吃的前一个晚上 拿出来解冻就好了 接下来冷冻的龙虾 我老公和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吃 我做的葱姜龙虾 时不时我就买一盒 它的价格真的是无敌的 也非常好吃 另外呢 它的蟹腿 King Crab Legs 也是非常不错 最近这几年我买蟹腿 比较少 因为我们家的孩子 还不是很会吃蟹腿 但是我很推荐 它的性价比非常高 接下来冷藏的熏三文鱼 Honey Smoked Salmon Costco有好几种熏三文鱼 那这个口味上来讲呢 是最好吃的 我一般是夹在bagel或者是囊里面 抹一点cream cheese 特别好吃 接下来 Apple Golden Cheese 鸡肉香肠 这个香肠里面有Golden Cheese 它的口味不是那么咸 也是因为有cheese 它更加有嚼头 更香 我一般是在早餐的时候 给孩子们煎熟了吃 那煎熟了之后呢 它的cheese会化开 香肠里面就很嫩 很moist 不喜欢的是 这个香肠的皮 有那么一点点厚 其他冷冻冷藏类 Cheese Craft品牌的American Cheese 非常方便 我做Grill Cheese Sandwich 给孩子们 就是用这个cheese cheese里还有Celebrity 品牌的羊奶cheese 也非常不错 喜欢羊奶cheese的 可以试一下Celebrity 这个牌子 它上面有个羊头 每年都会出很多新的口味 有单个包装 有三个一起的包装 只要是水果的 甜的口味的都很好吃 咸的口味的 有一些比较奇怪 我不推荐咸的 接下来有机豆腐 Costco这个有机豆腐 非常推荐 它很香很好吃 这个包装比较大 一个包装有四个 我一般是买回来之后 两个冷藏 两个冷冻 冷冻的做冻豆腐 可以放得久一点 炖肉吃下火锅 都非常不错 披萨 冷冻的披萨 我买这两种 Sabatasos Gluten Free Four Cheese Pizza 还有一个是 Bellatoria Ultra Thin Crossed Sausage Italian Pizza 都是脆皮的薄披萨 怕吃胖的同学们 很推荐这两个披萨 它的面少 分量小 口感好 能多嚼一会儿 烤好之后 边上脆脆的 好吃的披萨 都是cheese好吃 喜欢脆皮披萨的 一定会喜欢这个 小孩子们都非常的爱吃 另外我也很怀念 以前Costco 现烤出来的披萨 combo和cheese的口味 都非常好吃 接下来 Organic Uncooked Tortilla 我的万能煎饼 我一般是做韭菜盒子 用这个煎饼特别的方便 但做卷饼也是非常好吃 它是生的 就像是已经擀好的饼皮 你直接去烙饼就好了 我还把这个煎饼剪成不同的花样 油炸了 也是非常受欢迎 喜欢薯条的 冷冻的sweet potato薯条 Tropicland Sweet Potato Fries 很好做 简单烤一下就很好吃 这个薯条是红薯薯条 它的热量相对不是那么的高 小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因为是烤了吃 也比较健康一些 接下来 果汁水果类 Naked Juice Smoothie 12个不同口味的小瓶装 我们家夏天买这个很多 因为带孩子出门呢 一人一个小瓶的特别方便 Naked这个牌子的果汁和Smoothie 相对于其他的果汁呢 要健康很多 因为它是小瓶 出门带特别方便 孩子们上学的时候 也是午餐包里面都放一瓶 冷藏区我也很推荐 Kirkland Signature Red Grapefruit Cups 那冬天我买这种柚子的 罐装水果比较多 这个是需要冷藏的 比罐头的要健康很多 非常方便 也很好吃 它的汤汁里面是加了蔗糖的 我一般会把糖水倒掉 新鲜水果里我一般都买印记的 但是呢 奇异果Golden Kiwi呢 在Costco常年有卖 我也是一直回购 Kiwi是维C之王 这个很甜 我特别喜欢吃 我们家这个Golden Kiwi 大部分都是被我吃了 有机蓝莓 新鲜的有机蓝莓 价格超级好 有看到颗粒大 橙色好的 我一定会买 但一般都是在实体店里 看到了才买 网购送过来的 很难保证 它会很大很甜 小苹果 迪斯尼的有机 Gala小苹果 给孩子们带在午餐的饭包里 平时吃snack也很方便 带孩子出去玩一天 我都会在车里放几个小苹果 很简单 很好吃 个头小 不浪费 水果区 我一般不买香蕉 Costco的香蕉 特别容易熟和变软 可能跟品种有关 好 接下来坚果 Peanut花生 我买Kirkland Signature Super Extra Large Peanuts 这个花生很酥 很脆 只有花生 花生油和盐 三个成分 吃起来就停不下来了 花生坚果类 买没有coating的 就是没有加糖 或者上面没有裹什么东西的 最天然的是最健康的 Costco有很多坚果 是加了糖浆 什么各种零食口味的 坚果零食里 如果糖多油多 又有添加剂 那吃进去跟垃圾食品的区别 也不是很大了 接下来腰果 我买有机无盐的 我老公和婆婆都很喜欢吃 杏仁有两种 有机的比非有机的杏仁 甜那么一点点 杏仁在裹肉里面的硬壳里面 一般农药也进不去 所以也不是非常有必要 一定要买有机的 干的杏仁比较硬比较难咬 我一般是用开水 把杏仁泡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杏仁就变成了 杏子刚成熟的时候 敲开硬壳里面的 那个杏仁的样子 挤一下皮就掉了 剥掉皮特别的香甜 接下来松仁 松仁对皮肤好 松仁也是优质的蛋白质 富含维他命E抗衰老 我经常买松仁 可以放在salad里面 或者手抓着吃都很不错 皮静 必根果也叫山核桃 Costco这个皮静品质非常的好 颗粒大破损少 吃起来很香 我一般和葡萄干 蔓越莓干和红枣一起 当小零食吃 不推荐买Costco的核桃 我是吃核桃长大的 核桃对于存储通风等等的 要求比较挑剔 Costco的核桃比较碎 没有整个的 口感吃起来也不是特别的新鲜 入不了我的眼 接下来南瓜子 南瓜子补心补美补铁 安神助睡眠 Costco这个南瓜子有一点盐 但是不是那么的咸 我平时是当零食抓着吃 或者是煮粥吃都很不错 接下来干果 李子干 蔓越莓干 杏干都很不错 喜欢干果的 Costco的选择都很好 但是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看成分 干果大部分应该只有一个成分 如果太酸呢 会适当的加糖 有一些干果在加工的过程中 为了杀菌防腐和橙色 看起来好看 会用二氧化硫酸过 成分上也能看得到 这个一定要避免 Costco以前的杏干呢 是叫Made in Nature 这个牌子 只有一个成分 就是杏子土耳其的 那这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不久前换了的牌子 网购的时候 没注意看就直接买了 它后面里面的成分 有写是有二氧化硫的 大家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看成分 如果你在的Costco 还有Made in Nature 这个牌子的话 杏干的话 你就放心买 但是这个的话 我就说大家要注意一下 叫Sensational Fruits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买干果的时候 也是需要看成分的 接下来咖啡豆 咖啡豆是消耗品 每天都在喝咖啡 我喜欢Kirkland Columbia 这个包装上有 豹子头的这个咖啡豆 接下来有两个 盒装的蛋糕粉 我非常推荐 第一个是 Famous Dave's Cornbread Mix 第二个是 Girardelli Triple Chocolate Brownie Mix 我女儿特别喜欢 吃这个Brownie 我有时候也会在 Brownie Mix里面 加几个香蕉 另外呢 蛋糕粉 它的糖分是比较高的 孩子们吃呢 一般只能减量 和减少次数 时不时还是要吃一点 但口味上来讲 我是非常推荐 这两个的 大家控制量 不要吃太多 那接下来我还经常买的 有藜麦 我们家吃藜麦 一般是熬在养生粥里面 非常的方便 早餐或者晚餐 吃粥里面都有 面粉 我推荐这种有机的 Great River Organic Milling All Purpose Flour 是Unbleached的 更加健康一些 方便面 总有那么一两天 吃饭要快速搞定 我经常买的方便面 是 阿舍干面 市面上大多数方便面 吃起来口感都是 像是塑料的 包括著名的韩国的辛辣面 阿舍干面 它更加的劲道一点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成分的对比 阿舍干面的面条成分 就是面粉水和盐 辛辣面的成分里面 这一大堆 我都是不认得的名字 一般看成分列表 成分越多 生字越多 基本上是越不健康 那这个阿舍干面 一般是炒了西红柿 炒鸡蛋 或者是豆角炒肉 拌了吃的 非常的不错 另外呢 Nonshim的 乌冬乌冬包 生生品牌的 晚装乌冬面 也非常不错 好 面包 面包我经常买的是 这种Sara Lee Artisanal Bread 买这个是因为 孩子们很喜欢吃 Grill Cheese Sandwich 这个面包是唯一一个 能做出来 Grill Cheese Sandwich 跟Cheesecake Factory 口感很像的白面包 我用的cheese 是刚才说的 Craft品牌的 American Cheese 接下来 Rosen's Brioche Buns 经常买了 做burger吃的 Brioche这种面包 含鸡蛋黄油多 很酥很香 我对比过 其他的几个burger的面包 这个是最好吃的 Laba Lingerie Chocolate Croissants 跟Starbuck里面的 Chocolate Croissants 是一样的 孩子们非常喜欢吃 另外呢 Costco还有两种囊 也是非常不错的 很推荐 一个是小片的 一个是大片的 早上卷个煎鸡蛋 或者是下午吃土豆丝 非常好吃的主食 面包区 我还会买 Kirkland Signature Artisan Rose 这个皮脆 里面有嚼劲 前面说过 我用这个烤了 切小块 做家常泡馍吃 还有另外一个吃法 就是我做的肉夹馍 也是用这个硬壳的面包 代替馍的 更加有嚼劲 接下来 Inkeeper's 桂皮葡萄干面包 烤热了 抹上cream cheese 早餐特别好吃 另外呢 我婆婆也特别喜欢 Costco大盒装的 croissant牛角面包 每次我婆婆来 我都会买给她 做早餐吃 Costco的甜蜂浆 maple syrup 也非常推荐 我们家吃pancake waffle 都配这个 品质好 价格好 也超级好吃 蜂蜜 我现在买的是 Manuka Honey 市面上有好几种 Costco这个 Comveda Manuka Honey 品质我是最推荐的 我曾经在Amazon上 买过评价很好的 一种Manuka Honey 对比过 它的口感很稀 口感上讲 更多的是甜 能吃出来 不是一种花酿制出来的 完全一种花酿制出来的 蜂蜜呢 是有独特的香味的 我们吃蜂蜜 比如淮花蜜 是有淮花特殊的清香 真正的Manuka Honey 是Manuka 这一个花种酿制出来的 它有独特的花香 颜色深 质地比较浓稠 口感有层次 除了这些日常吃的之外呢 我的油盐酱醋 也都是来自Costco 大家有兴趣 可以继续观看 我的Costco油盐酱醋的 购买系列 讲的比较详细 另外呢 买菜系列 也可以参见 我的Whole Foods Market 回购清单的视频 喜欢今天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